哈囉 歡迎回到區塊鏈日報 交給大家來的歡迎是 比特幣九萬五再創新高 愛達幣漲不停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交給大家來的主題是 比特幣今天稍早 這個美股開盤之後 這個又再創新高 達到這個九萬五 碰到九萬五一顆之後 目前是有一波小小的回落 那這個愛達幣更加是漲不停 就是愛達幣今天稍早 又是漲了這個十幾個percent 那交給大家來的主題 就是這個比特幣再創新高 那愛達幣這個漲不停 那我們需要注意一些什麼事情 那我認為今天漲的漲勢 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那怎麼說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旁邊可以看到 今天美股的三大股指 其實開盤的時候 都是有一波不小的跌幅 但是在這種三大股指 跌得這麼慘的情況下 比特幣還可以走出一個獨立行情 再次的說明 現在比特幣跟加密貨幣的市場 是非常非常健康 而且走出分歧 對於比特幣跟加密貨幣來說 絕對也會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比特幣 比特幣現在是在93,600多的位置 那每一天收日線的時候 基本上都還是收在這個歷史最高的位置 在昨天可以看到 昨天收的這根日線 是在92,400多 也是這個比特幣歷史以來 收過最高的一個日線 那現在比特幣又去到了一個更高的地方 去到93,000多 稍早甚至到95,000 所以這一波的漲勢 這個我個人的感覺還是可以維持 因為畢竟現在這個Cesanality 就是第四季度 是比特幣非常非常強勢的一個月 包含這個11月12月都是比特幣過往歷史以來 這個非常非常強勁的兩個月份 所以我相信比特幣在今年年底前 達到10萬美元一顆 應該是這個非常容易的事 甚至是個大概率的事情 那我希望大家注意的事情 就是在明年的第一個季度的時候 比特幣在橫盤震盪的時候 非常非常有可能的 就是這個以太幣 還有其他山寨幣 真正暴漲的時候 今天比特幣再創出歷史性高 這個達到95,000 應該是主角才對 但是很遺憾 這個比特幣今天的主角光環 又被愛達幣給搶走了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愛達幣目前已經是漲到了80幾cent 今天稍早的時候 一度是達到了84cent 將近85cent的地方 那漲的也是非常非常猛 那今天漲了10個percent 那愛達幣這樣子的漲幅 是發生在比特幣市占率 今天擁有一個1%漲幅的情況下發生的 所以再次說明 愛達幣最近的漲勢是非常非常的強健的 那現在愛達幣的RSI 進入到極度超買的區間 但是在風牛市到來的時候 這個RSI不代表任何事情 因為可以在極度超買的地方非常非常的久 那對於愛達幣最近漲得這麼猛 有些觀眾朋友就問我說 這個你不是說愛達幣可為些暴漲 需要滿足三個條件才可以嗎 那其中兩個條件 一個是比特幣的市占率要開始下滑 另一個條件是以太幣必須健康 那為什麼這兩個條件還沒有滿足的情況下 愛達幣就已經開始漲了呢 那我在這邊提醒大家 就是愛達幣離歷史前高的位置 還是非常非常遠的 那我們就要回到過往歷史的圖看一下 我們可以在這邊看到 這個愛達幣過往歷史前高 是落在3塊1毛5附近 從這個3塊1毛5到現在 就我們現在的位置 離歷史前高的位置 還差了73% 所以你也可以說 從歷史前高到這個位置 還跌去了73% 那如果我們要說從這個位置 漲到歷史前高的位置 我們也還需要再漲個277% 就將近要翻快4倍 愛達幣才能再創出歷史性高 所以等於還有將近4倍要走 我個人認為最近這個漲勢 就是這幾週的這樣的一個漲勢 比較像是上一輪牛市這邊的漲勢 剛好上一波牛市的漲幅 也是發生在11月左右附近 在這邊可以看到 當時也是在很短的時間裡面 大概8天就漲了100% 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的事情 就是接下來是迎來一波不小的回調 從這個地方迎來一波30幾%回調 然後之後才開啟了下一波的漲幅 所以愛達幣最近漲了這麼猛的情況下 任何時候回調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大家必須要做好一些心理準備 不要覺得說愛達幣會直接回家 雖然說直接回家的機率也是存在 但是如果我們從現在這個位置 回調30%的話 我們大概就回到57cent左右的地方 所以任何時候愛達幣 如果發生了一個30%回調 從80幾cent回到50幾cent 也是非常健康的一個信號 甚至是說比一路往上漲更加的健康 所以如果還沒有買夠愛達幣的朋友 如果他給你回調機會的話 記得跌到50幾cent的時候 記得勇敢的進去抄底 最好跟大家聊的東西就是以太幣 以太幣最近依然還是非常低迷 目前是落在3000出頭一點點的位置 聊到以太幣就一定要聊到 以太幣對比特幣的估值 目前以太幣對比特幣的估值 是持續的在創出這一輪的新低 目前看起來方向應該是要去到這一輪 我認為是一個死底的地方 就是0.03的地方 會不會真的走到0.03 還是在0.03幾的地方就會拐頭向上 這個就沒有人會知道 但是我自己的策略是 如果他今天跌到0.03附近 哪怕是0.031 0.032 我可能就會陸續的開始把一些比特幣 換成以太幣 以太幣在這輪的牛市 是目前還沒有開始漲 很多人就開始發以太幣 開始有越來越多關於以太幣 不但可能漲已經死掉這些消息 我自己看到只覺得是一個笑話 就是之前愛達幣死的時候 就是之前愛達幣走勢鑰匙不活的時候 大家還是講一樣的事情 但是今天愛達幣漲到80幾千 你是希望你買在20幾千30幾千 還是現在80幾千追進去對吧 另外我們還要用一個比較客觀的perspective 就是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以太幣面對它歷史新高的位置 它其實只差36% 就是從歷史新高到現在的位置 它只跌了36% 那我剛剛帶大家看 這個愛達幣從歷史新高到現在的位置 其實還是跌去了73%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到 以太幣還是跌的比較少 只跌了36% 那從現在這個位置 要破歷史新高的話 其實也只要漲57% 那剛剛大家記得 愛達幣要創出歷史新高的話 是要再漲27幾個percent 所以在這邊很明顯一個現象 就是以太幣還是比較穩一點 就是這個波動是比愛達幣要小非常多 那當然你在上面的投資爆頭率 也不太可能會比愛達幣多 所以大家就必須知道 你投資的是什麼東西 那另外每一天叫我做以太幣影片的人 我看到就是看一個三一個 因為我們頻道上面有800多個影片了 如果今天你有任何的問題 其實都在我們頻道過去的影片當中 都可以找到答案 那今天如果你只是想要方便 想要當身手牌 花一兩秒時間 在留言區問我 這個幣怎麼看 這個幣怎麼樣的話 那這個等於是在增加我的工作量 所以我看到的話都是一秒就封鎖 那一旦被封鎖的話 在我們頻道就再也沒有留言的權利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這一點 那在進入今天的節目之前 想先帶大家回到這個六個月前 就做個時光機回到六個月前 那當時是4月30號 那我做了這支影片的title 叫做Cardano 愛達幣最後的六個月 那時候愛達幣的價錢是落在四十幾cent 那裡面所有的東西很多都在現在已經印證了 然後這個時間點是非常非常巧 就是當時是四月三十號 那六個月後應該是這個十月三十號 那愛達幣差不多就十月底開始這一輪的噴發 所以這個曖昧的揣測 這個運氣一向都是不錯 那這個東西真的是純粹也是運氣 我也沒有想過會這麼精準的 猜到愛達幣開始這個暴漲的時刻 那另外一個影片是錄在這個八月六號那天 那八月五號當然就是發生這個幣圈的大崩跌 在八月六號的時候我就做了這支影片 title是以太幣虧爛 愛達幣跌成狗 山寨幣還有舊 然後我在當天畫出了BoomZoom 那什麼是BoomZoom 就是我認為山寨幣這一輪會開始暴漲的時刻 就是個綠色的區間 那我們再回到現在的圖 大家很明顯也可以看到 我們已經進入到BoomZoom的中間 的確以太幣進入到BoomZoom之後也是開始漲了 從這個地方到這個地方已經漲了50% 我在這邊先跟大家道個歉 真的是非常非常對不起 這個以太幣在55天漲了50% 真的是太少了 這個收益真的是非常非常對不起大家 這個沒有讓大家賺到錢 那我相信看到這邊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我在諷刺大家 就是雖然說以太幣這個價錢 沒有像其他幣漲的這麼好 但是進入到BoomZoom之後 也是在很短的時間 就算哪怕我們用現在的價錢來算 也漲了36% 那兩個月漲36%的漲幅 如果你不滿足的話 你在這個市場當中是吃早會被市場教訓的 那第二點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愛達幣吧 愛達幣進到BoomZoom之後 也是漲得非常非常猛 從低點到高點64天已經漲了160% 所以不管是這個愛達幣 最後6個月的積累階段的影片 或者是這個山寨幣還有舊嗎 這個我畫出了BoomZoom 到目前為止 這個我們頻道曖昧揣測 猜這個市場的走勢的機率 就是成功的機率 其實真的還是蠻高的 然後在進入新聞之前 就跟大家分享一個 昨天這個短片裡面的一個留言 這個短片的這個title 是這個愛達幣可違憲暴漲的三個條件 那其中一個條件當然是這個以太幣必須要好 以太幣必須要健康 那這個觀眾朋友他就表示說 未必以太幣這一輪可能沒有那種暴漲了 全部論述都在ADA上面 他可以獨立走出行情 我不覺得大家就不覺得非常非常好笑嗎 這個這是認真的嗎 這是real life嗎 這是現實生活當中的事情嗎 這個在過去的兩年半的時間 這個ADA這個價錢沒漲的時候呢 大家都是瘋狂的在嘴他 說他是鬼戀說他沒有用 說他這個基本面债好 價錢不上去也沒有任何意義 然後到現在這個只是稍稍漲了兩週左右的時間 然後現在竟然出現這個以太幣這一輪暴漲 不太可能發生了 然後所有的論述都在ADA上面 我真的覺得這個市場的centiment 就是市場觀感的轉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這也是我一直告訴大家的 這個市場永遠都是由價錢去帶動故事 不是由故事帶動價錢 那看到這樣的留言 我真的是挺無言 也是覺得這個挺好笑的吧 那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這個歡迎在下面留言區跟我分享 對於這位觀眾留言的看法 那另外我們可能還是需要一個 以太幣的割肉割 因為我們都知道愛達幣的40萬割肉割 一割肉之後愛達幣就開始漲了 那這個以太幣可能非常需要這種 第一位割肉的人 那什麼時候出現這種留言的時候 我相信這個以太幣拐頭向上 開始暴漲的時刻 應該就會開始了 OK那我們開始看去了嗎 第一個訊號要給大家看 是這個CoinTelegraph的一個 關於Cardano的頭條 那這個標題是寫說 Cardano price risk Eraising 40% of Trump trade Gains by December 我看到這個覺得很好笑 就是說他說這個愛達幣的價錢 很有可能會在這個12月的時候 這個暴跌40% 那這個現在的風險是非常非常高 因為他認為最近漲了是太多了 那我們往下可以看到他的論點是什麼 他的論點主要是透過這個技術分析的圖 那他的論點是說 愛達幣現在是處在一個上升三角旗星上 那他認為在這邊如果往下崩跌的話 就會去到這個51 cent甚至59 cent的地方 那在今天影片開始我有跟大家提到過 現在愛達幣是極度超賣 那愛達幣在上一次牛市 在11月左右的時候也是暴漲 然後12月是迎來一波回調 然後這篇報導 他就是使用一個技術分析的方式 說這個三角旗星 上升三角旗星 如果往下跌的話 會跌到59 cent跟51 cent的地方 那技術分析上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這個愛達幣現在的確是 嚴重的被超賣了 就RSI各種信號都顯示出來是被嚴重超賣了 但在這個瘋狂牛市的時候 我給大家的建議 就是真的不要想太多 就是什麼時候他有回調的時候 就在回調的時候 這個囤積更多的資產 就是無腦買就對了 無腦買然後拿著就對了 那如果他不回調的話 你就持續拿這點幣 回調的話你就進去抄底 就是這麼簡單粗暴一個策略 那今天如果你要因為看到這個新聞 或者是看這個RSI嚴重超賣 然後因為這樣的關係 你去清倉 然後希望能在更低的位置接回來的話 我只能說使用這樣的策略 長期下來你的資產一定是會越來越少 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就是面對這個回調 我們要有心理準備 也要有這個可以應對的策略 但絕對不可能在這個瘋牛 這個一開始開始漲的時候 然後在這個高位清倉 然後等它回到一個更低的位置 因為今天市場永遠比你聰明 如果今天你想要使用這種賭博式的交易方法的話 最終一定是會被市場教訓的 下一個訊號剛剛來的是以太坊上的Dapps 這個交易量是增加了38% 就在一個月裡面增加了38% 但是價錢卻絲毫沒有動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個報導 第一句話 Everything but ETH seems to be rallying 就是說全部的加密貨幣 除了以太幣以外好像都在漲 但是事實就不是這樣子 以太幣也是有在漲 只是漲的沒有這麼多而已 大部分的山寨幣 也都只是因為比特幣的漲幅而被帶上去而已 真正走出獨立行情 就只有XRP跟愛達幣 所以在這邊說 所有山寨幣漲只有以太幣不漲 這完全是一個錯誤的信息 另外在以太坊上的交易量增加的這件事情 對於基本面來說絕對是一個好事 任何時候基本面增加的時候 但是幣價沒有動 甚至在下滑的時候 大家都應該知道要做什麼事情了吧 這個在過去兩年半熊市一路跟著我觀眾朋友 應該都知道這種情況下要做什麼事情了吧 現在關於以太幣的消息 新聞面上真的是非常多的FUD跟負面言論 然後在社交媒體上跟Youtuber Influencer上很多人都在唱衰以太幣 但這種時刻就是我最喜歡大力購買的時刻 最近我也是持續的不停的在大力購買以太幣 到時候哪天以太幣創出歷史新高 回到5000以上 去到6000 7000 8000的時候 到時候乾杯慶祝的人 就是現在抄底的你跟我 下一期要跟大家聊的是MicroStrategy MicroStrategy又再次增加他們負債量 去購買更多的比特幣 這一次他們又籌到了2.6 billion的資金 現在MicroStrategy的市值 已經是達到了美國前100大公司的市值 所以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關於MicroStrategy的股票在今年 已經漲了將近500% 現在MicroStrategy股票市值也接近了100 billion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聊到MicroStrategy 真的不得不佩服他們今年股票的表現 現在MicroStrategy是落在400多塊一股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 MicroStrategy在今年7月的時候 是有發生過一個1比10的分股 所以你可以說MicroStrategy的股票 現在應該是在4000多美元左右一股 那這個MicroStrategy他們採取比特幣策略的當下 就是決定使用比特幣策略的那個時候 MicroStrategy的股票是在20塊錢一股 這是分股前的價錢 那20美元一股到4000多美元一股 基本上就翻了200倍 所以這個MicroStrategy真的是透過比特幣的策略 從一個瀕臨破產的公司 直接變成華爾街的當紅炸機 這也是比特幣帶給你的效應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公司 都開始選擇使用類似MicroStrategy 這樣子把這個現金資產 轉成比特幣的一個方式 那目前為止使用這樣策略的公司 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收益 這下一個新聞我們要討論的東西 就是MicroStrategy即將會在 微軟的董事大會上面 擁有3分鐘的時間 去說服微軟董事會的人 把微軟的部分現金儲備成比特幣 昨天MicroStrategy在X上面 就正式證實了 他將會有3分鐘的時間 對於微軟的董事會 可以進行一個presentation 就是關於比特幣的presentation 基本上就是說 他有3分鐘的時間 可以去說服這些微軟的 董事會的director 去選擇使用比特幣儲備 這樣的一個策略 對於這件事情 其實是在今年10月的時候 微軟董事大會的投票當中出現的 有一些人認為說 微軟應該要把他們 大量的現金 流動資金都擺在比特幣上 現在看起來 MicroStrategy是會有3分鐘的時間 可以說服這些董事會的人 如果微軟開始購買比特幣 在他們儲備資產上面的話 對於比特幣來說 就是非常正面的一個消息 現在很明顯可以看到 比特幣已經不只是 國與國之間競爭的一個資產了 也是公司與公司競爭的一個資產 更加是散戶與散戶之間競爭的一個資產 所以現在在2024年的11月 比特幣落在10萬美元多左右一顆 或許長遠的角度來看 它還是非常便宜 我現在可以看到 關於微軟購買比特幣的事情 它認為微軟的98.5%的利潤 還有它的價值 都來自於quarterly earning 就是每個季度的財報 變相來說風險跟波動 就是非常大 其他財報以外的價值 只有稍少了1.5% 它認為如果微軟使用比特幣的策略的話 會讓這支股票更加有流通性 同時有更好的upside 就是有更好的前景 另外同時又可以減低它們的風險 至於Michael Saylor最後能不能成功說服微軟的董事會 就是接下來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一件事情 下一集要剛才講的是 比特幣的現貨ETF的期權交易 在昨天正式開始 在昨天一天裡面 就迎來了兩個billion的交易量 真的是非常驚人 兩個billion的交易量 在一個新進到Option Trading Market的產品來說 是從來沒有被聽過的一件事情 然後在昨天當天的交易裡面 call option跟put option的比例是4.4比1 所以很明顯看多比特幣的人是比較多 很多人也把比特幣今天能再創新高 歸功於比特幣現貨ETF的期權交易 所以在這邊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比特幣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因為大部分的機構都非常喜歡 透過期權的方式去上一些槓桿 或者是做一些對沖之類的 所以這個期權的交易 比較像是給機構玩的一個遊戲 在當天兩個billion的交易量 就可以看到機構對於比特幣的需求 是非常龐大的 下一集要剛才講的是 Coinbase即將要delete scrap Bitcoin 就是WBTC 就是包裹的比特幣 包裹的比特幣是由Bitgo發行出來 今天Coinbase就表示說 他們會在不久未來 逐漸的facing out WBTC 就是離開這個產品 因為他們在最近已經推出了 自己的包裹的比特幣 叫做CB BTC 我現在可以看到一個消息 為什麼他們認為 包裹比特幣的風險是比較高 因為包裹比特幣是由Bitgo去推行出來的 Bitgo即將會跟Bitglobal進行一個合併 Bitglobal的這家公司 其中Justin Sun就是孫宇辰 是很大的一個持有者 雖然說Bitglobal說 孫宇辰其實並沒有參與 任何他們公司內的決定 但是因為WBTC跟孫宇辰扯到關係 所以Coinbase就認為說 WBTC其實是有相對程度的風險 至於真的是不是有風險 還是只是因為他們自己要推出 自己的包裹比特幣 所以要把WBTC給踢掉 這個就不為人知了 但是我自己本身在這邊 我是比較相信Coinbase 因為Coinbase我認為是全世界 最遵守法規的一個加密貨幣交易所 同時他們也是被監管最嚴格的 一家加密貨幣交易所 所以他們今天有這樣的決定 背後一定有他們的邏輯存在 但很遺憾就是Coinbase對於亞洲市場 還沒有花太多心思 主要Coinbase還是注重於美國用戶 但哪天如果Coinbase 決定進軍亞洲市場的話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試試看Coinbase交易所 因為我個人認為Coinbase交易所 是全世界最安全的交易所 也是我自己唯一使用的加密貨幣交易所 今天最後一訊號要跟大家講的是 川普指認前SEC的律師 叫做Teresa Goudigoulin 有可能會擔任新任的SEC的Chair 我們都知道Garry Gensler 很有可能會在Thanksgiving 就是感恩節之後就辭退 辭退之後誰會取代他 就成為非常熱潮的一個話題 今天川普就推薦了這位女士 叫做Goudigoulin 她本身以前是在SEC 擔任SEC的法律顧問的律師 現在她是職任於一個加密貨幣公司的律師 所以從這幾點就可以看出來 她對於加密貨幣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然後我們往下可以看到 MASA這個項目的co-founder MASA就是一個AI blockchain的一家公司 她在這邊就表示說 She is the best candidate of all people that are currently being opined on 就是說她認為Goudigoulin 是所有目前川普在考慮SEC Chair人選裡面 最適合的一個人選 主要就是因為她曾經擔任過SEC的律師 然後現在又任職於區塊鏈公司裡面 當裡面的法律顧問 我相信最後不管SEC的Chair是由誰擔任 我應該都是會對於加密貨幣比較友好的一個人 因為現在很明顯可以看到 川普選擇各大內閣人士 還有一些金融體系的領導者 都是對於加密貨幣非常友好的 在下一個訊息我們也可以看到 川普選擇了Howard Lutnik 當美國的Commerce Chief 就是商業總裁 Howard Lutnik也是對於加密貨幣非常友好的一個人 你也可以說是對比特幣非常友好的人 因為他在CNBC的訪談就表示說 I'm a fan of crypto But let me be very specific Bitcoin, just Bitcoin 據說我是一個加密貨幣的粉絲 但是讓我重申一下 只有比特幣 他只相信比特幣 Those other coins, they're just not a thing 他認為其他的項目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到 他其實是一個比特幣的MAXIE 昨天其實有一些留言指出 Lutnik有可能會變成美國信任的財經部長 但後來遭到確認消息是錯誤的 他最後擔任的職位是Commerce Chief 但不管怎麼樣 川普在挑選這些內閣人選的時候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明顯的 都是選擇一些加密貨幣友好的人 這些事情對於比特幣跟加密貨幣 接下來四年的發展 絕對會是一個非常非常正面的消息 那今天的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了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掰掰 今年只有10分架 趕入了 一個小鈴鐺 And let your success take flight